全球都還在對抗Delta病毒的時候 傳出啊 可能讓疫苗失效的 新一代大魔王病毒 不是Delta囉 現在還有一種病毒 叫做Mu病毒 已經在40多個國家發現病例了 美國最慘全美50週呢 有49週都發現了這個Mu病毒 而且是2000多起的病例 在Delta跟Mu的夾殺之下呢 美國的確診數又開始升起来了 平均呢 每65分鐘就有一個人確診死亡 每60秒鐘就有111人確診 Delta已經讓全球招架不住 但新一代變種大魔王Mu 已經悄悄入侵40多國 又以美國最慘 50個週當中49週宣告淪陷 已經有2000多例Mu變種 儘管Mu還沒有被確認 是否有更高的重症率或死亡率 但它已證實被Delta的傳染性更強 而且能躲過抗體 代表不管打現行哪一款疫苗 可能都難逃病毒 在Delta和Mu雙重變種夾殺之下 美國確診總數突破4000萬打關 尤其Delta肆虐下幾乎讓美國 一年多的防疫戰打回原形 全美平均每65分鐘就有一人染疫死亡 每60秒鐘就有111個人確診 病毒更撕裂人心 一名在波士頓工作的整形外科醫師 透露被閨蜜拒絕出席婚宴 從15號起醫護有權拒絕為還沒接種疫苗的病患當面看診 只能改遠距 強調這麼做不是醫生怕死 而是要保護更多免疫力脆弱的患者 面對變種病毒來襲 美國加速油門狂打疫苗拼第三劑 建立阻斷重症和死亡的防護網 記者綜合報導 好 首先感謝我們的斗內列車開起來 我們的Angelmark給我們的斗內支持 非常的感謝 在防疫的路上 大家都還是一定要保持謹慎 尤其是美國最近染疫人數持續狂飆 但是有一種藥最近賣得特別好 Soulout 你好奇吧 這什麼藥呢 跟抗COVID-19有關嗎 很奇怪 這款藥其實是用來對付 寄生蟲的藥物叫做 醫維菌素 最近藥局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大量被搜刮都被買空呢 尤其其實 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這個醫維菌素呢 能夠預防或者是來治療疫情 所以醫界就呼籲大家 不要聽信什麼網路上 或者是種種的傳言 一定要去 如果說真的確診的話 一定要去醫院接受照護 才是有效的做法 這是華盛頓州的衛生廳表示 全美國在八月的第二個禮拜 居然一口氣開出了八萬八千份的 醫維菌素的處方藥 哇塞 這比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 多了二十四倍 美國的疾病管制 預防中心CDC 還有他們的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 都明確的發聲明告訴大家 沒有可靠的科學證據支持 使用醫維菌素能夠有效的來治療 或者是預防COVID-19 就連華盛頓州的醫學會主席 施利赫爾都警告大家 服用非處方的醫維菌素 存在嚴重的風險 可能會讓你的血壓降低 增加你的心率異常 反而對於COVID-19的治療 是相當不利的 另外在美日也有很多的小朋友確診 這個數字越來越多 因為9月了開學了嘛 只要開學就有群聚 群聚就有群聚感染的風險 今年8月份呢 美國確診住院的兒童人數就暴增 根據美國CDC的統計呢 8月20號到26號期間 每一天平均是330位兒童確診住院 那麼在紐奧良的兒童醫院 主治醫師克萊恩博士 他就說Delta病毒 它非常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有多快呢 他說8月9號 他們收治的孩童當中 有一半喔 是不滿兩歲的小baby 那麼路透社報導呢 一般來說 兒童感染COVID-19的機率呢 是比成人還要低 那麼症狀呢 通常是不會嚴重 但是呢 告訴大家 就算不嚴重 還是會有後遺症 主要呢 就是發燒 或者是輕微的呼吸道問題 不過呢 隨著這個Delta變異株出現啊 越來越多 年齡很小的小朋友開始感染了 在28號的 8月28號這個 刊登在醫學期刊 Cizure的一篇研究 在以色列確診的 175名兒童當中 其實呢 他們會有些其他症狀 發燒只有6個人喔 有11個人是因為 在痙攣 小朋友確診 可能會出現這個症狀喔 痙攣的症狀 美國的兒科學會AAP就表示 新冠肺炎的併發症 才是對小朋友來說 最長期的影響 就算呢 他確診的時候 可能症狀很輕微 沒怎麼樣就好了 或者是無症狀 都有可能會帶來後遺症 什麼樣的後遺症呢 包括心肌炎 還有呢 心臟類的問題 以及腦霧現象 就是呢 可能會失憶啦 認知混亂等等 還有頭痛啦 或者是一天到晚都覺得很累 以及心理健康的問題 小朋友得到這些後遺症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影響他們在上學 求學當中 遇到的包括了記憶力的問題 那麼在日本呢 疫情擴散 20歲以下的染疫率是狂飆 有百分之兩百七哦 最小的確診者 才出生一個多月的小 baby 那麼東京都政府表示呢 怎麼樣被傳染的呢 這些小朋友 很多時候這個病毒呢 是被家長帶進來 傳給了他們的小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呢 傳給了照顧他們的爸媽 或者是祖父母 等於呢 全家都變成了確診者 那麼英國調查呢 百分之十四的兒童少年 確診之後會有長期後遺症 就是呢 在確診後的三個月 還是會有感染症狀的 這種痛苦的情況 包括了我剛剛說到的 很累很累 一直很累 還有肺部的問題 就是呼吸可能會急促 可能會覺得喘 那你就想說 小朋友有沒有疫苗可以打呢 兩歲三歲有嗎 告訴大家 各國的政策不一樣 但現在真的有 以12歲為一個分界 因為Delta的衝擊 年齡層確診越來越低 歐盟等國家開始開放 青少年打疫苗 古巴呢是開放2到11歲哦 baby到兒童 他們都可以來打疫苗 打什麼疫苗呢 這支疫苗 可能目前只有在古巴打得到 這是古巴呢 國產的阿貝達拉 還有索貝拉 這兩支疫苗 這兩款疫苗呢 是屬於這個蛋白重組的技術 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呢 哈瓦納當局啊 批准了阿貝達拉上市 這是第一款拉丁美洲 他們自己開發的COVID-19疫苗 在8月份的時候呢 索貝拉納也獲得批准 但是呢這兩支疫苗啊 世界衛生組織都還沒有認可 等於說是還沒有取得國際認證 那麼在智利的部分呢 六歲以上好就等於是 國小的小朋友也可以開始打中國的科興疫苗了 他們智利呢是開放12歲以上的話 他們打的是輝瑞疫苗 不過呢其實科興啊 才是智利的疫苗主力 智利的人口大約是1900萬人 其中呢1300萬人已經完整接種疫苗 他們一共打了1949萬劑的科興疫苗 那麼中國大陸呢 是批准3歲以上的兒童可以打科興 印尼也是在今年的6月底開放 12到17歲的青少年打科興疫苗 那麼對於輝瑞跟莫德納呢 現在啊在12歲以下的小朋友能不能打呢 再進行臨床實驗了 如果說這個結果出來是正面的話 有可能德國醫界就預期 11月開始可能小朋友們可以打輝瑞 可以打莫德納 德國的兒童跟青少年的醫學會會長杜許表示 6到12歲臨床實驗結果 9月底可能會出來 那麼6個月大的baby到5歲的小朋友 在10月底這個臨床實驗會出來 如果是正面的話 好依照規定呢 歐盟的藥品管理局 大約需要4到6個禮拜的時間來審理 所以這個疫苗最快能不能給小朋友打 11月有答案 那麼現在呢包括了像是 BNT在美國 好輝瑞在美國 他們在芬蘭 在波蘭在西班牙 好都有在進行這個臨床實驗了 但是呢告訴大家 如果是小朋友打疫苗也是要打兩劑哦 歐盟呢分別已經在5月跟7月批准了比較大的青少年 可以打BNT輝瑞跟莫德納 不過呢有一些國家比較嚴格來強制 必須要來接種疫苗 結果呢引發了民眾抗議 你剛看到丟出來這個 不是灑花 這個是灑石頭丟石頭 丟誰呢 丟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他日前呢就發表了一個政策 要求所有的國民呢 應該要來強制接種疫苗 結果就引發了部分的民眾不滿 導致呢民調持續的下滑 在造勢活動當中呢還被丟碎石塊 畫面曝光也讓大家覺得相當的震驚 尤其呢這個是石塊非常的多哦 打到了他的隨乎 甚至呢旁邊一堆人都被砸中了 由於現在呢加拿大其實是處於一個 政治關鍵期哦 現在加拿大的國會呢 改選要在這個月的9月底要來登場了 好杜魯道希望可以拿下第三任期 所以他很努力的在造勢 但是呢據說他的民調最近呢不斷的下滑 一直呢被這個示威抗議的民眾啊 給騷擾現場 他們對於杜魯道強制接種疫苗的政策 非常的不滿 好引起騷動 但是呢這一期的抗議沒有造成任何人的受傷 好邀請大家 好持續來幫我們按讚應援哦 你支持小朋友要打疫苗嗎 你覺得未來是不是支持小朋友們也要來打疫苗 包括了譬如說像是小baby等等的 你支持的話幫我加1 你覺得可能還有疑慮你幫我加2 或者是加3留下你的想法 未來的疫苗是否會成為混打呢 好 極確在國際間這已經是趨勢了 以前我們聽到的都是呢 西方的疫苗混打 包括了像AZ啦 莫德納啦 BNT啦 混打的部分 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 好這是在亞洲的部分了 科興疫苗呢在全球已經施打了14億劑哦 其中呢 4分之3打科興是在中國大陸境內 截至9月6號的統計為止呢 在中國大陸14億人口當中 69%的人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 中國大陸呢已經宣布了他們接種COVID-19疫苗 突破了21億劑次 那麼疫苗混打呢 在中國的研究就發現 打1劑或者是2劑科興之後呢 再追加第三劑康希諾生物疫苗 產生的抗體反應會比你單純只打科興 還要來的好更多 這是在9月6號發布的一份報告 就是呢在接種打完2劑科興之後哦 等待3到6個月的時間 然後呢再來追加這支新的疫苗康希諾 兩個禮拜之後呢 受試者體內的中和抗體的濃度呢 要升78倍 那這個康希諾疫苗呢 其實5月份就已經在上海開始呢 各區接種了 而且呢就跟嬌生一樣哦 只要打1劑 泰國的衛生部呢 現在更猛 他們推出一個叫什麼呢 中西合併的這個打疫苗法 好怎麼打法呢 他們是先打中國的科興 打完之後呢 再打英國的AZ 而且他們是規定哦 都是這樣打哦 第一劑就是打科興 第二劑就讓你打AZ 然後呢泰國因為之前啊 確診的病例跟死亡人數非常的多 在7月份他們就成為了這麼全球第一個混合搭配中國疫苗跟西方開發國家疫苗的國家 那麼另外呢我們帶他來看哦 好最近呢因為防疫不利都會引發民眾的抗議好防疫太用力像剛剛我們看到的加拿大引發抗議好防疫不好當然也會引發嚴重的抗議這是在巴西巴西的總統波索納洛之前就叫大家不要戴口罩等等的結果呢導致確診一大堆好經濟上都受到了影響受到衝擊最近他民調非常的低大家預期啦明年的巴西總統大選他應該會輸 波索納洛呢現在就開始了想挽回民意所以呢他就號召支持者在9月7號巴西獨立紀念日走上街頭他的支持者呢穿著這個黃綠色的衣服啊舉著巴西的國旗跟海報啊力挺他們的總統但事實上呢波索納洛的支持者6號晚上呢試圖要衝進國會跟最高法院有如美國的川粉當時攻占國會的翻版那麼由於最高法院呢已經下令要逮捕波索納洛 波索納洛的盟友跟支持者國會也對於疫情處置展開調查了他們波索納洛呢還對他的支持者發表煽動的這個言論他要求呢大法官要嘛就下台好要嘛就聽話他說不能繼續允許這個人擾亂我們的自由不能接受更多政治的逮捕等於呢逆我者亡那種概念了波索納洛的言論呢讓全球20多個國家150位的政治人物跟知識分子 聯合哦發表了一個公開信譴責這一位走中的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威脅巴西的民主 那麼中美洲呢哇我的天啊這一把火到底燒的又是什麼呢 好來看到了現在人民日子很難過啊為了要來抗議什麼都做得出來 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共和國呢他們把比特幣列為法定的貨幣之一 但是呢9月7號新智上路第一天 馬上就問到了一大堆的問題了好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好因為呢很多人覺得怎麼可以不用驗證 年齡或者是這個實名制的情況好這個很多人總統就抱怨說像是蘋果啦還有華為這個平台啦應用商店啊他們根本就不提供好政府所謂的這個比特幣的 這個app叫做chivo wallet好chivo wallet上架之後呢其實也讓大家覺得有夠難用然後又很尷尬 因為呢你根本沒有辦法那麼多人一下去註冊這個app呢根本跑不動好一度呢被政府下架又花了好幾個時間好連接伺服器啊增加容量等等 總而言之就一片混亂好在他們的首都呢有一千多位的民眾啊上街抗議覺得這政策爛爆了在最高法院前呢 燒輪胎放煙火好採取這種抗議的言論還有動作呢表達政府呢用這個什麼比特幣啊實在太不滿了 因為呢技術根本跟不上啊還有民眾也有疑慮另外呢比特幣其實也不是這麼穩定啊常常我們都看到比特幣不是大漲就是大跌 部分人士呢就質疑採用比特幣作為國家的正式貨幣可能會助長非法交易導致金融不穩定 好那接下來呢說到了手遊好大陸的青少年可能會是心中的痛未來呢有一些時間沒得玩了 大陸呢最近啊在禁止未成年在非假日就是平日要上課的日子一到五玩網路遊戲 而且呢就算是在假日你也只能夠在晚上的八到九點鐘玩一個多小時 好最近有一些業者呢在網路上啊就開始諸售一些帳號因為呢這些帳號就不需要驗證你的年齡或者是 實名制要來躲避規避這個管制那麼中國的中國大陸的央視呢就做了一份調查 他們在相關平台呢發現只要花人民幣33塊錢你就可以租到這個算是小號了可以讓你玩兩個小時的網路遊戲帳號 而且呢你在玩的過程當中哦不用任何實名認證等於呢你幾歲沒有人知道你是不是未成年也查不出來 騰訊遊戲指出呢提供帳號違規交易破壞了未成年的保護機制 防害了這個遊戲營運的生態現在呢也只能遵循著官方的規矩走針對這些呢不正當的行為已經控告了超過20家遊戲帳號交易平台 而且呢對這個電商平台還發出了律師函要求他們停止帳號的相關服務 搶先買後付的商機好我們來看看美國最大的網路第三方支持服務商PayPal他們發了一個聲明呢他們要花27億美元要來買這家公司收購日本的即時信貸金融科技公司叫做Party 那麼目前呢有600萬的會員的PayParty允許他們的線上商家向客戶提供就是奢銷啦還有就是分期付款這樣子的服務 好兩家公司在今年4月份呢已經建立了合作夥伴的關係預計在今年的第四季要來完成交易了但是呢前提是要先拿到監管機構的批准 而且呢在收購完之後呢Party會保留他們的品牌那麼繼續用原本的這個名字來營運這次的併購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將會擴大PayPal在日本支付市場的影響力由於日本呢其實現在呢好這種電子支付還沒有這麼這麼的 像中國大陸這麼樣的平凡大家呢還是用現金交易為主所以呢各方都在搶日本的電子支付市場 那尤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很多人現在呢越來越喜歡網路上買東西了 好這種先買後付款的支付系統在許多國家呢現在正盛行 預計呢這個PayPal跟Party合併之後可以創造出更多利益 好再來我們看到喔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輪胎呢這也太大片了吧還沒完天際線看得到的地方通通都是輪胎 這些輪胎為什麼會在這裡呢這些輪胎通通都是廢棄的放了多少年呢大約有二三十年 但前一陣子就是發生了這個火災的意外非常的可怕燒輪胎這裡面呢有很多的有害物質會危害我們的地球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中東國家科威特你一定覺得嚇一跳吧為什麼有這麼多輪胎呢 因為在這裡呢被稱之為輪胎墳場 那裡頭有多少輪胎呢大約有四五千條廢棄的輪胎 在17 18年來呢就被丟在科威特以西三十二公里的一個沙漠地帶叫做赫甲拉 那麼這個廢棄輪胎呢就一天到晚在起火啦有人縱火啦有意外起火的啊天氣太熱不小心燒起來的都有 因為呢輪胎腳一燒會有這個有毒的黑鹽附近的居民都覺得相當的困擾不曉得這個墳場輪胎到底在這裡還要多久 為什麼科威特政府都不處理呢好現在他們真的要動起來了 未來呢就發現了如果把這個輪胎的回收再利用還可以賣錢呢 他們就想要利用呢附近沙漠其他的城市的空地打造一些房子做一個智慧城市 據說這回收業者一個月之內呢出動了4.4萬趟的車輛才把這個墳廠的輪胎通通移到了一個新的位置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邊界薩爾米辛好預計呢以後做成了這個消費產品就可以賣給鄰近的國家 根據統計呢光是2019年這一年喔科威特就有大約2400萬輛車廢棄輪胎該怎麼處理在全球都是個大問題 好8月5號的時候呢科威特的輪胎墳場我剛看到的就燒起來了會有什麼樣有毒的東西呢 硫化氫 二氧化硫本類這種有毒氣體之外還有一種氣體會致癌的叫做惡物因對人體危害非常的大 好那個失控的場面呢剛才我們看到是一整片你光這黑煙你就知道他有多毒了 我告訴你下面這一張這是什麼呢衛星空拍圖都可以看到當時失火的景象 你看到旁邊這黑色的地方呢通通放的都是輪胎 那你想說這些輪胎哪裡來的呢科威特怎麼可能自己有這麼多輪胎 其實這輪胎很多是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 只要有付錢就可以把輪胎送到這裡來丟了 因為呢歐盟常常都會有一些環保的規定 06年的時候呢他們就禁止廢棄輪胎就不可以再進行垃圾的填埋處理了 好問題來了那歐洲這些輪胎跑去哪裡了呢 導致啊每一年有48萬噸的輪胎出口到國外去進行處理好自己國家不處理 送到別的國家給別人處理好廢棄輪胎不能燒也不好埋埋了你要放一千多年吧 才能夠被自然分解那該怎麼辦呢 美國人他們想了一個辦法什麼辦法呢 把輪胎廢棄輪胎好用一些方式把它固定住綁一綁 然後呢他們進行了一項環保的實驗 他們呢把廢棄輪胎就丟到海裡面去了 好想說哎這樣很好啊解決戰地問題 二來呢海洋生物附著在上面 哇這裡不會就像大寶礁一樣嗎 有魚有蝦哇我就可以做富裕了 結果沒想到呢這個美國人的算盤沒有打好 就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布羅瓦郡 丟了多少輪胎呢 兩百萬個輪胎就這樣丟到海裡去了 這個地方他們還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澳斯本輪胎暗礁 就沒想到呢 這是一場噩夢一場大失敗 因為呢美國會有颶風颶風來襲的時候呢 海面上波濤洶湧海底下也很恐怖 所以呢很多輪胎呢就開始剛說的綁好了嘛 就沒綁啦 開始呢掉這邊掉那邊 那輪胎解體之後會怎麼樣 他們就會亂飄亂浮變成海底垃圾 那這些海底垃圾自己飄也就算囉 他可能還會毀壞你的珊瑚礁 現在呢變成美國人的一大失敗 而且非常的頭痛要花更多錢想辦法 把這些輪胎通通撈起來 那後來呢有一個算是比較成功的 美國的土木工程師貝納佐他是想了一個辦法 這麼多輪胎我們試試看 能不能夠用來做公路的骨架呢 結果沒想到這個方法還算是比較成功的 他們呢用了在這個柏油路底下呢 放這個輪胎當骨架 再用了一些方式把它固定住 就發現呢真的蠻有用的 而且呢骨架是比較有彈性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結實他還申請了專利 然後呢用了這個方式之後啊 一條公路的鋪設呢 原本用的材料呢可以減少50% 後期呢就是說這個道路啊毀壞呢 保養維修成本還可以下降75% 重點是美國人終於找了一個辦法 可以把他們的輪胎 埋到他們的公路底下去了 謝謝中天三步驟 每天跟我這樣做 請在中天所有影片的下方 按讚再留言 為別人的正面留言按讚 然後再分享連結出去 每天做好做滿支持中天三步驟 按讚留言分享 一起來成為建築的力量 美國的911恐怖攻擊事件 馬上就要滿20周年了 現在呢他們又啟動了一些程序 包括了涉嫌策劃恐攻的5名被告 送上軍事法庭 被稱為是世紀審判 要畫下句點 主席穆罕默德在03年被捕之後呢 跟其他4名被告就關在了 關達納摩監獄 將近15年 好開庭之後 他非常的淡定走進法庭 最初在08年起訴 12年進行了10場的審訊 目前還在預審的階段 那麼後來又碰上了疫情 居然還中斷了17個月 過程當中還傳出5名被告 一直被美國的CIA刑囚 當年的家屬呢也到場旁聽 如果遭判有罪 恐怕難逃死刑 那麼到底他們會被怎麼樣的刑囚呢 講求人權的美國 好當年他們就以反恐為主呢 他們就在海外的一些秘密基地 據說呢有這種酷刑的逼供 當年呢有一位受害者 他就有親身經歷 他還用素描的方式畫出了 他當時到底是怎麼樣被刑囚的 據說呢 他們會有像是水刑 受迫之勢 屈身上鋼 撞牆 禁閉箱 剝奪睡眠 讓你不能睡 讓你覺得溺水 讓你想盡辦法 要把美國人想要你講的東西講出來 但是呢 其實在這種恐怖的事情當中 也引發了人權的爭議 好這個人呢 他其實描述的非常的詳細 國際組織也都在批評 那麼甚至呢 前總統歐巴馬上任之後 本來想說要把監獄關了 結果沒想到呢 被否決了 而當時的副總統就是現在的拜登 人權組織呢 就強烈的要求拜登啊 應該要把這座監獄給關閉 不然呢 美國你一直在跟別的國家倡議人權 就變成毫無可信 就變成毫無可信